哈喽哈喽,同学们好,我又回来了,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完美女性派对 那么本节课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三节课啦,今天要学习美貌教程 说起这个美貌教程呢,也是很多同学的一个心病啊 相信大家上节课这个打底可能画了下去了,哎,还不错,还挺OK的 但是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画过美貌的话,这个可会成为你的一个大难题 野生眉是不是也要修眉啊,肯定是要修一下的呀 你想如果你的眉毛长得特别杂乱,没有形状的话呢 你也是就是弄不出来明星的那种野生眉的感觉的,知道吧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还往下看 首先来看一下课程导学,那前半部分的这些内容的话呢 我就不需要去多说啦,我们直接来看本节课的一个目标 要掌握画眉的一个完整步骤啊,掌握画眉的完整步骤 那今天我们在去拍这个作业照片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拍一张近距离的照片啊 就是拍一下你的这个特写,特写你的这个眉毛这个位置 肉长脸,咋画呀 肉长脸的话呢,最好,尤其是长脸型啊 最好就是画平眉,会显得你这个脸是在视觉上呈现一个缩短的效果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呢,是封我一次个大部分啊 忘了给大家说了,今天呢,是依依老师自己来给大家道姆特昂,以身试法 所以,可能跟你们在抖音短视频里的样子看到不一样 毕竟我们这个摄像头是没有美颜啊,今天我也没有化妆 就是为了给大家来画眉毛的,所以今天可能会丑一些 大家不要说,哎,这跟抖音上是一个人吗 如果你们心里这么想的话,也不要打在弹幕上 就默默的这么想一下就好了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是,第一部分是眉毛的结构 先教大家去认识一下我们的眉毛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部分的话呢,是眉形的认识 眉形的认识啊,刚才有同学说 哎呀,我这个眉形画什么样的好看啊 我们这里都会给大家讲解到的 第三步的话就是眉妆的步骤啦 眉妆的步骤啊 那么眉妆步骤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会从修眉一直到染眉 每一步都会给大家说清楚的 包括我们今天实操的时候啊 也会给大家去进行展示的啊 之后我就来到第四部分的实操啦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啊 小西同学谢谢你哦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眉毛的结构吧 登登,这就是我们的眉毛啦 相信同学们都知道是我们的眉毛是长什么样子的 但是呢,它的一个比例关系 以及它叫什么啊,每个位置叫什么啊 你们知道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眉毛啊 大体上是分为眉头、眉峰、眉尾这三个部分的 那么我们在去画眉毛的时候呢 这三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三点连一线 那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眉形啦 对不对,你们可以理解吗?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是怎么样去分布的呢 首先是从眉头到眉峰的这个位置啊 是占整体眉毛三分之二那么的长啊 也就是说这一块它是占大部分的 那么我们的眉峰到眉尾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占整体眉长的三分之一 是一个小部分呢 我发现啊,之前上课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在去画眉毛的时候 它怎么画呀 这个眉峰本来应该是在三分之二的位置是吧 它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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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这来变成了二分之一的位置了 整个眉毛就像一个三角形拱形一样 这个是不对的啊 所以大家最好现在截一下图啊 截一下图 这个比例的关系 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的这个关系 我们截一下图 再一个就来看一下这个眉尾吧 眉尾呢它是不可以低于眉头的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这个眉头眉尾画的特别的低啊 都拉到这里来了 那从正面来看的话呢 你这个眉毛啊就是个八字眉 大家都知道八字眉写的人 特别没精神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去画的时候呢 这个眉尾啊一定不要低于眉头底部的这个延长线 咦,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这个延长线延长过来的话呢 眉头是在这里 眉尾啊是在上方的 是这个样子的 好,这里 这里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啊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来看一下第二部分的眉形的认识 登登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些眉形的话呢 并不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都需要用到一些眉形啊 有一些眉形还是不常用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远山眉啊 或者是这种高条眉啊 都是有一个有点古代韵味 有一个是有点欧眉风格的眉毛 对吧 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中用到最多的眉形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标准眉啦 标准眉的话呢 它整体的一个形状 以及它的比例是完全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三分之二 以及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比例关系 并且这种眉形的话呢 适合任何眉形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刻画啊 如果说你们是新手宝宝们在去画眉毛的时候呢 老是想不起来我到底要画什么眉形呢 那你就可以先从标准眉开始画起 小西同学说我好像是刀眉啊 这个刀眉是不是啊 刀眉的话是男生们画的一个眉毛啊 瞧重点啊 这是男生们画的一种眉毛 那么我们男生一般呢 都会画这种刀眉或者是剑眉 那剑眉的话呢 像我们拍一些什么英雄啊 侠客啊等等啊 那画一个剑眉的话呢 就会给人感觉一种阴气逼人的样子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 大家画一个刀眉就可以啊 这个刀眉呢 就会让你看起来整体的眉毛比较有形 然后人啊也不会特别的凶 这里是我们的刀眉是适合男生的画法啊 那再往上看 那适合女生的呢 还有我们的柳叶眉以及平眉 包括我们的标准眉 这三种都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眉形 像柳叶眉的话 比较适合那种鲜鲜女子啊 有一点就是很文静啊 那种风格的女孩子 都适合画这种柳叶眉啊 如果说你比较追求一些潮流感 然后有点寒范的话呢 大家又加上是一个长脸型嘛 你们就可以画平眉啊 但是平眉有的脸型 不要去画什么脸型呢 就是圆脸型 就是那种脸圆圆的啊 像小汤圆一样 那这种脸型的话呢 我们就适合画标准眉 脸大的适合哪种啊 脸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画标准眉啊 就可以画标准眉 但是我们圆脸的同学 就尽量避免这个平眉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本来你这个脸就挺圆了 你想让它在视觉上瘦一点 你是不是要让它有点糊涂啊 这个时候画一个标准眉的话呢 会让人在视觉上 看起来你这个脸 有一丢丢的变长变瘦 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记这个小窍门 然后这个平眉的话呢 是我们的长脸型 必备的一个眉型啊 基本上依依老师自己就是一个长脸型嘛 我就会画一个平眉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也就是不同脸型 眉型的一个调整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 对号入座一下 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脸型呢 刚才的时候 我是不是我自己也有说过了 依依老师自己呢 是一个长型脸 看到了吧 长型脸画的眉毛就偏长一点 就偏长一点 如果说你是一个方形脸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个脸颊四周它都有一些棱角 我们就可以画稍微带一点糊涂的眉毛 去中和你脸部的这个声音的感觉 圆形脸我刚才说过了 画标准没 看起来呢 有一种拉长脸型的作用 小西同学又开始 又开始给大家去放这个笔记了啊 那你自己也要记住哦 自己也要记住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三角形脸 科代表 小云同学 哎 小云同学来了 肉脸呀 肉脸的话呢 就画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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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来着 标准标准型的这个眉形就可以了啊 我一想 我在脑海里面在想那个肉脸是长什么样子的 其实依依老师虽然身上挺胖的 但是我脸不是特别的胖 因为我脸比较的长一些 一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脸型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 可以拍一张正面的照片 上传到M站上面去哦 脾心同学说我没有眉毛 没事啊 没有眉毛我们就画上去就行了 对不对 到三角形脸啊 也可以画这种稍微有点糊涂的眉形 然后画的长一些 就可以让你的额头啊 在视觉上变得长一点 到三角形脸的话呢 是相反的 眉毛画的稍微短一点 就不会让你额头看起来特别的宽啦 零星脸呢 大家都知道 颧骨这个位置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我们再去画眉毛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画一个挑眉啦 不要画一个挑眉了 画这种圆圆糊 圆圆糊形的一个眉毛呢 可以注意你这种凶凶的感觉 这里是我们的 脸型以及眉型的关系 大家这里作为了解就可以啊 因为并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完全长得跟这个上面一样啊 所以你们还是要再多多的练习 然后交作业 一一老师帮你们每个人都看一下 你们的脸型以及眉型 适不适合就OK啦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就是眉妆的步骤啦 眉妆的步骤 登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眉妆的步骤呢 有一个总览 我们在去画美貌的时候呀 要先去修眉呀 先修眉 之后再进行画美 然后是染眉 脸型介于方和圆中间呀 这种脸型应该是比较简明 比较可爱一些的 像我这种大长脸 我都是愁死了 像我这种脸型的话 很多发型我都不能就是去尝试 会显得我的脸可长可长 所以说我现在留了一个旗流哈 我们来看一下眉妆的工具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在去准备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有眉刀 还有眉剪 还有眉扫 眉笔 眉刷 眉粉 以及眉膏 这个眉书呢 我们其实主要适用于干什么呀 用到它后面的这个小梳子啊 去配合剪我们的眉毛的 如果大家的眉毛不是说特别长 就像那种老道士一样啊 那眉毛可能得有好几厘米长 只是正常眉毛的话 眉毛长度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个梳子 其实也可以不买 其实也可以不买 要这么多 我只有三样 你有哪三样啊 如果说大家 嗯 就是说这个太多了 我感觉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用不了这么些东西 那我们就 非要精选的话 就是眉刀 就是眉刀啊 然后的话呢 眉扫 之后是眉笔 精选这三样 就也可以画出来一个眉毛 眉刀 眉笔 眉刷 因为为什么说我们这个 小眉扫是必须要去用的呢 因为我们在去画眉毛的时候啊 它经常会有一些颜色结块 或者是一些颜色晕染不均 不匀的情况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拿这个小眉扫啊 这样给把颜色梳开就好了 眉毛本身就黑 一用眉粉就残了 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用染眉膏 染得浅一点 男生要有个女朋友 醒了 有个女朋友 等于拥有了全套的化妆品 然后还会拥有一个 帮你画眉毛 帮你化妆的人 我们这位同学想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到了啊 非常的周到了 这不是没有吗 有了帮他变美 你觉得你的女朋友 会敢让你去化妆吗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眉妆工具啊 眉妆工具 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同学们 不敢 你还没找到呢 你就觉得他不敢帮你 你不敢帮他 不对 他不敢让你帮他 我今天这个嘴巴都瓢了 我的天哪 一会儿的时候呢 还要去给 给大家拍的那些抖音短视频 再去配一个音 基本上是跟昨天的发布时间差不多的啊 今天就会交给同学们 画我们的微笑唇是怎么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画下睫毛的 明天我们就要开始去学习眼妆了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也可以提前看一下 有眉刀 眉笔 眉剪和眉扫啊 也是不错的啊 像依依老师平常最常用的就是 眉刀 眉剪 眉扫 就是眉刷眉粉 其实眉笔我也用 嗯 我是黑色头发 所以说我就不用染眉膏了 点开抖音就回不来了 那你现在 那大家现在先别点 等下了课之后你们再去点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步骤是怎么样的 首先看一下 修眉啊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不会修眉吗 不会修眉的赶紧来看一眼啊 赶紧来看一眼 首先我们要顺着眉毛的伸展方向 整理梳理一下 就是拿你那个小眉梳啊 顺着眉毛的伸展方向这样给 给它梳一梳 梳好了之后的话呢 眉峰的地方我们是要往下梳的啊 往下梳 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眉尾这个地方啊 眉毛特别的长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将眉毛的尾部剪短一点 那怎么样去剪呢 就是拿着我们这个小剪刀啊 把它平过来 这样子啊 沿着这条延长线剪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是感觉 你眉毛上部比较长 都在那个上面长着啊 都一个个的张牙舞爪的在那里 那呢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大小梳子这一头啊 垫着啊 垫着你的眉毛 把多余出来的这一部分给剪掉 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 新手同学们要这样子垫着去剪呢 因为你们手里没书呀 是不是 像依依老师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剪 那剪出来是不会剪凸的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一个小工具 就像你们男生去理平头的时候 人家是不是会放卡齿啊 这个小数字 其实就跟卡齿的作用是一样的 防止你把所有的眉毛全都剪没了 那么我们也算是一个安全措施吧 所以呢 如果大家第一次尝试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啊 一定不要忘记拿这个小梳子去垫着它 之后用眉刀修饰整体的一个眉形 眉刀的话有这种折叠型的啊 有折叠型的 也有刀片型的 刀片型的话呢 它就是不具备那种防刮伤 防割伤的一个防护措施啊 因为它是整整整齐齐的那种切片的刀口 但是我们买这种眉刀的时候呢 它一般上面都是有一些弧形的啊 像一些小齿轮一样的 不知道你们买的那个眉刀上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要是说有的话呢 大家可以拿出来看看 像这种就是防刮伤的 比如说新手同学们在去修美貌的时候呢 我们买这种防刮伤的眉刀 就不会说一不小心把你的眼皮给割破了 知道吗 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买防刮伤的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步我们的修美有是吧 那修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里啊 下部圈出来这些小杂毛这个位置啊 以及我们上半部分长出来这些小杂毛啊 给它们刮掉就可以了 那刮的时候呢 是要把整个的刀片给它梳起来 基本上是与皮肤呈现45度角这样子啊 往下垂直着刮就OK啦就OK了 大家可不要乱刮啊 就是刮的时候啊 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 旁边不要有一些 就是人在动啊 或者怎么样 一碰到你 你万一伤到眼睛就不好了 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但是呢 也是要注意一下的 对吧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咯 来到第二步 画眉 画眉这一个可就是第二个难点啊 我们刚才已经经历过修眉那个难点了 这个时候你眉毛上下两侧的这个杂毛啊 应该已经被同学们给修理的一干二净了 到哪找抖音 点开那个抖音的搜索那一栏啊 输入百变小一 我们的课代表小西同学呢 帮这位同学打到我们的弹幕上 搜百变小一之后出来的 那个用户就是我啦 就是我啦 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美妆课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抖音号的话呢 是我们大鹏给我们美妆课开的一个抖音号啊 一老师每天都会在上面发布一些 关于美妆的小教程 大家可以去关注去看一下 不过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在私信里面联系我 在一个就是你们看完了之后 大家不要光看啊 能不能给我点个赞 给我评论一下夸夸我呀 不然我每天拍视频也挺辛苦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画眉啊 画眉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先确定眉峰眉头 以及眉尾的位置 夸我啦 谢谢你们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诶 这个地方是不是扎一看 诶 好像回到了数学课堂 怎么又有这种各种线呀 还有三点连成一线 还有这个三角形 不会又算什么角度吧 其实不是的 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来看一下眉头 眉头这一根线是什么呀 你的鼻翼外边缘连接你眼内角 向上延长线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眉头的位置 老师讲的真好啊 谢谢你们啊 这里就是我们眉头的一个位置啊 之后我们呢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眉尾 你看一夸我就嘴有点嫖了 我们来看一下眉尾的位置呢 就是还是要回到这个点 在你的鼻翼外边缘连接你眼外侧 这个角的延长线上 这里就是你的眉尾啦 大家手边有小镜子 或者是能照到你的地方啊 你们都可以拿手啊 这样子自己去比量一下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比啊 比较稀的一些比啊 你们都可以去量一下啊 这个一会儿 我会在实操里面再给大家去给你们 就是我量一下 你们看看 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眉封啊 眉封呢 它就跟我们的鼻子没啥关系了 来看一下 你的眼睛正视前方的时候啊 找到瞳孔外侧边缘线啊 瞳孔外侧边缘线 向上连接我们整体的一个眉毛的 焦点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眉封啦 一定要记住 眉头到眉封是占我们整体眉毛的三分之二 眉封到眉尾是占整体眉毛的三分之一 这一点一定不要搞混了 要记清楚啊 记清楚 还有一个花眉毛的重点 看到了吗 我都给你们标上这个红色的字体呢 就是要做到前须后须上须下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再去化眉毛的时候啊 它整体是有一个过渡关系的啊 一定是要后面比较的深 前面是比较的浅 然后上面比较的浅 下面比较的深 眉封 你的眉封跑到外眼角去了 因为男生的那种见眉的话呢 它是整体的一个眉尾 是比较短的啊 是一个比较急转直下的一个小三角形 跟女生这种延长的眉尾 它是不一个概念的 男生的眉尾可以从 男生的一个眉封呢 可以适当的向外移动 这么一块的距离就差不多了 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化眉的要点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这可是这一节课的大干货知识啊 看看啊 有这个三 有四个 不对 有三个四字口诀 太长时间不学数学了 连数字我都数不过来了 首先的话呢 是浅浅后深 前虚后始 上虚下始 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小口诀 那你在化眉毛的时候呢 牢记于心 那你这个眉毛就不会化成蜡笔小心 或者是化的像一条毛毛虫一样 毫无渐变的感觉 我们来看看 眉头到眉尾的地方 它是逐渐的变深 深深深深深深深 然后一直到眉尾的地方呢 这里这个位置啊 是最深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的眉毛底部边缘线 这个位置啊 是要化得实一点的 然后慢慢的往上过渡 上方的这个边缘线啊 是虚虚的感觉 那整体的一个眉毛呢 它是有深有浅 这么一个立体的关系啊 并不是说 大家把整个眉毛都涂成棕色的 或者都涂成黑色的 那我这个眉毛就算化完完事了 这个是不对的啊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 在就是看到街上有一些女孩子 或者是我们再去刷抖音 刷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 看到一些美女 你可能有的时候 刷到一个美女 觉得哎 她好精致啊 但是你说她哪里精致呢 你可能又描述不上来 但是你往下再刷一个的话呢 可能你就觉得 这个女孩子的妆容就 好像不如上一个女生 那么精致似的 其实我们妆容上呢 都画的差不多的 重点就是要体现于 这些小细节的地方 那你的这个眉毛 画的比较立体 有一个层次感 是不是就会比那些 平图的眉毛 画起来要好看 要让人感觉舒服精致一些呢 这里这个画眉的要点 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啊 可以截一下图 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啦 没有问题就继续往下看啦 同学们 接下来来看一下染眉 染眉啊 一定要记住啊 你们可别上爱就染眉 我们这个染眉呢 是在画完眉毛之后 去进行的一个步骤啊 就是画完眉毛之后 然后呢 我们先要顺着眉毛的一个 先要逆着眉毛的 伸展方向 这样子上 从后 向前这样 轻轻刷一遍 之后呢 再顺着眉毛的 伸展方向 从前向后 这样刷一遍 那么 现在有一个问题 要来提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 什么样的人 是比较适合 去染眉的呢 因为我刚才也有说过啊 刚才也有说过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适合染眉的 大家已经听了我们 前半部分 这么多知识点了 你们可以 琢磨琢磨 染个头发的 还有什么的呀 对 发色 还有一种同学 就是刚才我们在评论里 有人说过的说 我的眉毛太浓 太黑了 像这种 对于自己的眉毛 有一种很浓很黑 这种困扰的同学 你们都可以买这种 棕色的 就是染眉膏 去轻轻地染一下 你的眉毛 那你这个眉毛 整体出来的效果 就不会说是 特别浓黑了 整个人就会温柔很多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眉毛太重啊 也会嫌得 整个人有点凶 眼睛有颜色的 眼睛有颜色的 你说的是人家 带眉童的那些小姐姐吗 其实这个主要 是跟我们整体的一个 发色和 瞳孔的颜色 是有一点关系的 眉毛淡呀 眉毛淡的话呢 这个 这个就不影响了 我们眉毛淡 直接画上去就行了 这个染眉主要是要 遮盖我们原本 原本眉毛的颜色 这个是染眉啊 同学们 如果大家的头发颜色 是巧克力色 或者是棕色 那么我们就可以买 这种偏深一点的颜色 如果说你的头发是 酒红色紫色等等 带有红色系的 那我们再去挑选 染眉膏的时候呢 你们就要买这种 跟你头发颜色 稍微相近一点的色系啊 如果你的 嗯 头发颜色呢 你比较的时髦啊 染了一些什么 亚麻精啊 浅金色啊 这些颜色 那我们就要选择 这种浅色的 染眉膏了啊 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 发色跟眉毛的颜色 对于整个的人来说 它的一个转变 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像依依老师现在 不是纯黑色的头发了吗 嗯 我其实是在 之前的时候 我是黄色的头发 大家应该 之前的同学 应该都是知道 我是什么颜色头发的 但是我现在终于 把所有的黄色 都剪完之后啊 我就感觉 我这个纯黑的发色 显得整个人 有点闷闷的 其实我又 动了一点点 想去染头发的念头 但是我回想起来 就是 等它涨到全黑时候的 痛苦经历 我又有点退缩了 抖音看到的呀 抖音啊 抖音上面 我没有放我之前 怎么回事 让我染个绿色的 我可想不住绿色的呀 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来到 第四部分的实操啦 同学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案例 看一下今天的案例啊 我们就是要画一个 这样子温柔 自然的美貌 你们学校好多绿色呀 我 我没有染过绿色 我不敢染绿色 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大学的社友 虽然这个事情 过去好多年了 但是我现在依然 记忆深刻 他去理发店 让托尼老师帮他染一个 那种闷青中间 夹杂着几柳蓝色 但是染完之后 托尼老师给他染成了 金色里面 夹杂了几柳翠绿色 当时他回学校之后 我们都惊呆了 然后得知是 帮他给染坏了 所以我就 对这个绿色 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 用绿色来提醒 我不需要提醒 毕竟是一个单身狗 那个托尼不行 是的 我当时应该让他 让他宣传一下 那是哪家店 让大家都避雷 都不要去那家店 好了 那现在的话呢 依依老师就要出来啦 同学们 做好实操准备的 大家给我扣一波一 没有什么问题的 扣一波一 让我来看看你们 好了 看到大家发了一了 我再给你们打一针强心剂 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妆 然后呢 我们的摄像头 也是没有美严 以及预警的 所以说关注了我抖音同学啊 一会儿不要害怕 不要看到 这个里面是谁啊 又黑又丑的 不认识 跟抖音上也不是一个人 其实是一个人的 只不过是没有美严 没有化妆的我而已 好 那我现在就要出来啦 给你们 不慌 是不是 怎么办呀 好害羞啊 好怕你们嘲笑我满平在那刷弹幕 哈哈哈哈 哈喽哈喽同学们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那么这节课的话呢 是依依老师亲自来给大家当模特 来给你们画一下眉毛 那我刚才已经给你们提过醒了啊 最好不要在弹幕里面笑话我 我看到有人发哈哈哈哈了 真的是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需要来修眉毛 谁发哈哈 我就给你们把眉毛全都刮掉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先从修眉开始做起啊 修眉的话呢 我准备了有我们的 修眉刀 依然是个小美女啊 谢谢你哦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 小梳子啊 这个修眉刀和小梳子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 我拿这边的一个眉毛啊 作为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眉毛啊 它其实长的前半部分 还是比较浓的对吧 但是到了中间这个位置呢 突然断牙似的 没有了 之后又长出来一小撮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搞笑呀 那这个眉毛的话呢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画起来也是比较好画的 那我们再去操作之前 先用这个小梳子啊 顺着眉毛的生长方向 这样子啊 看到了吗 刀眉峰这个地方 往下梳 整理好我们整体的一个 眉毛的毛流质感 拿到 这个刀 这个修眉刀啊 一一老师这个修眉刀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是没有那个防护网的 所以说呢 如果买到这种刀片的同学 一定要小心一点 其实这种刀片 哎 看到了吗 还有这样子的刀片啊 都是不防刮伤的 给你们提个醒 如果你们是新手 没有操作过的话呢 买到这样子的 你们可要慢一点啊 不要把自己刮伤了 感觉好锋利的样子啊 其实你们用起来的时候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是整个一个刀片啊 跟我们的皮肤 哎 这样你们能看到了吗 这样啊 乘45度角 然后我们这样子去刮的啊 这样子乘45度角去刮的 首先我们在去修眉毛的时候呢 要把你这个手啊 放在这里 把整体的一个眉毛边缘的皮肤 给它绷紧 这样绷紧之后啊 我们再去给它修的时候 就非常好修了啊 男生刮胡子 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啊 都是这样 是吧 好 那我们先来去修一下上半部分 我靠近一点给你们看啊 先来修一下上半部分 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修眉刀自己带的一个角度啊 我们调整一下 就可以了 把多余的一些杂毛给它剃掉 像这样子啊 多余的杂毛给它剃掉 我们在修眉的时候 一定是要化妆之前啊 涂我们的粉底之前去修的 你别化好粉底了 你这样一刮 周围的粉底全都被你给刮眉了啊 来到我们眉峰的地方呢 也是让这个手要给它瞪一下 瞪一下去修 像这样子 但是啊 因为依依老师是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去修眉毛的 所以说我的这个杂毛 它长得并不是很长 并不是很旺盛 如果说我们办公室 有一个常年不修眉毛的女生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把它抓过来 给你们演示 不可惜没有 大家都挺精致的 我就养啊 一个星期的眉毛 尽量的不去修它 给你们演示一下 再加上我们这个摄像头不是很高清 可能下面这些小杂毛 你们都看不到 但是我肉眼是可以看到的 嗯 太空的喵星人说 我就很多呀 那你就可以一修一修 是不是啊 从来没修过 那我好想给你修一下 这种感觉就是像给长了痘痘的人 挤痘是一样的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修眉毛 下边缘的地方也是要用手 这样啊 看到了吗 把它给绷紧 沿着你眉毛的下边缘 去把这些小杂毛给它修掉 修的时候我们下手轻一点 别把你的皮肤给刮破了 哈喽哈喽丫头壳 虽然我捂住了一只眼睛 但是我还是随时观察着你们的弹幕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上下的小大毛啊 都给修了一遍了 都给修了一遍了 之后教给你们怎么样去剪一下它的长度 虽然我这个眉毛也不怎么长 但是我给你们 就是剪一下中间这个比较浓密的一些地方了 拿到我们的这个剪刀啊 拿到我们这种小剪刀 你千万别用家里那种大剪刀 咔嚓咔嚓的 这一剪了下去 整个眉毛都没了 一定要拿我们这种美容用的小剪刀 化妆专用的小剪刀啊 那剪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啊 怎么眉毛上方 它长出来了很多长的是向外面刺刺着的 这个时候我们把整个的一个 这样子剪刀横过来 把多余的眉毛给它修掉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 那下方的话呢 也是把它横过来 贴着表面多余的眉毛 我们给它修掉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啊 无眉大侠的人挺多的 所以这一步大家可能都用不太到 好 之后啊 我们再拿这个小树子 把刚才剪下来的一些碎毛毛 这样子啊 给它扫掉 扫掉 如果说你剪下来的碎毛毛比较多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散粉刷 我轻轻的 先把它给它刷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画眉了 眉毛就比较少啊 像我妈妈的话眉毛也是比较少 但是我爸爸眉毛比较多 然后呢 我就随我爸爸 所以说我的眉毛就长得比较浓一点 跟大家上课好开心呀 然后呢 太高兴了 怎么办呀 我希望以后每天都可以跟大家在一起上课 我可真是太敬业了 晚上还给你们上台小视频 说到这里有点高兴 之后的话呢 我们拿到这个小眉刷 小眉刷 大家能够分辨出来你们是哪一个小眉刷吗 哪一个是小眉刷吗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吧 可以看到吗 它这个小刷子啊 从侧面来看是一种扁的 非常的薄 正面来看呢 它是一个斜切面啊 是一个斜的切面 并不是说一个平直的 大家看到了吗 像这个刷子才是我们刷眉毛的眉刷 你们可不要拿错了 别拿一只眼影刷来刷眉毛 眉毛太多了 无从下手 你这是啊 这是给人家无眉心人 是不是来挑衅的呀 真是 那一般来说啊 像我们这种眉粉里面 它都自带一个 这种小刷子 对不对 像这种刷子啊 真的不好用 除非是你带出去补妆 或者是旅游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空 带这种大刷子 你可以用它 平常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专业的刷子比较好 那我们在去画之前的话 先给你们讲一下 眉毛的一个定位法 刚才不是说过吗 对不对 有我们的眉头 眉峰 以及眉尾的地方 那么我们拿这个 小鼻杆 连接你这个 鼻翼外侧 边缘线双方 连接我们的眼内角 双方这个位置 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眉头的地方啊 这里就是眉头的地方啊 那眉尾的地方呢 就是鼻翼外侧 连接我们外眼角 延长线 这里就是我们眉尾的一个地方啊 大家如果说刚开始去学习的话呢 你们可以拿一支带颜色的笔啊 比如说眉笔这样子啊 这个点你们可以稍微的标记一下 但是我就不需要标记啊 我都画眉毛太多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找一下眉峰这个点 就是你眼睛正视前方的时候 瞳孔外边缘延长线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我们眉峰的一个点啊 好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三个点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就需要把他们给连接起来 首先啊 我是比较喜欢用眉粉啊 我个人是一个眉粉爱好者 我觉得呢 眉粉画出来的颜色会比眉 就是眉笔啊自然非常的多 我一般来说眉笔 我会用在加深眉尾的地方 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是用眉粉的 那我们沾取这个深色的眉粉 沾取深色的眉粉 先去画一下眉尾的地方 我们刚才眉尾是不是已经衔接出来了 连接到这个位置了对吧 就在你的一个眉毛上方 我们直接向后先延长一条线 之后呢再沾取一下这个深色 找到我们刚才眉峰的位置 基本上这里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点啊 给它连起来 那后方就成了一个小三角形的形状了 看到了吧 接下来我们就去衔接一下眉毛的下边云线 像这样子啊 因为我的眉毛刚才是不是只有一个前半部分 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已经把眉尾画出来了 整体的一个眉毛形状 你们已经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只需要用眉粉 去把中间的空隙给它填起来 神奇吧 一下子啊 左右两边对比一下 我就有一个有形的眉毛了 因为我们这个眉毛啊 它并不是说 它上面长着毛就叫眉毛 那只能叫眉毛 不叫眉形啊 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有形一点 首先把颜色给它填充起来 填充到我们眉腰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用下方的看到了吗 这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不要忘记啊 前虚后实 上虚下实 眉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浅色 去进行一个过渡了 眉头这个地方 大家要控住 不要去画啊 不要去画 眉头这个地方啊 我们是最后再去画的 你不要一上来 先去画眉头啊 画出来一个特别重的眉头 那一会儿你就不好改了 像这样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整体的一个眉毛形状 已经出来了 那眉头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最浅色 跟中间这个深色呢 它们两个去相互参合一下 那画的时候啊 也是在眉毛底部 因为底部是最深的 所以我们先要 确定好底部的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吧 之后呢 慢慢的往上方去 暈染 这样我们整体画出来的一个眉头 就会非常的自然啊 不会说是很突兀啊 那现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眉毛 它的大形状就已经画好了 可是呢 我们现在只是做到了 眉头的地方 比较的虚 比较的浅 但是眉尾的地方呢 我们没有种下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拿出来我们的眉笔啊 可以看到这个眉笔的话呢 它已经被我给削成这种 扁扁的砍刀形状了 如果大家手边有这种眉笔的话呢 建议你们也把它削成这种形状 那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好画了 加深一下 眉尾的线条 直接沿着我们刚才画过的痕迹去给它加深一遍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子啊 那我们整体的一个眉尾颜色是不是就升下去了呢 像这样啊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往前面过渡一下 那你哪一块啊 嗯 就是没有长毛 因为依依老师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地方它就是不长眉毛 所以我一般在去画眉毛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地方啊 着重的加深一下 再去加深一下眉毛的下边缘线 因为我们要做到前需后时上去下时 对吧 你也是 你也是什么呀 你也是 那个位置不长眉毛嘛 好 那我们眉头的地方啊 就不要用眉尾再去进行刻画了 就不要再去画它了 接下来拿到 这个小眉书啊 拿到这个小眉书 顺着眉毛的一个生长方向啊 这样子轻轻的把我们画的颜色啊 给它梳开 尤其是眉头的地方 如果有同学说 哎 我眉头的地方画得太重了怎么办呀 没有关系啊 还有点点补救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你画的不是特别的过分的话 就拿这个小梳子啊 这样去刷它 向后去刷它 就可以把你的颜色刷开 就不会说显得特别的重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眉毛就已经画好了 就已经画好了 大家可以做一下对比 这边的话呢 是画过的眉毛 这边是没有画过的眉毛 就没有画过 没有虚无的眉毛 就感觉很杂很乱 是不是 两边的一个区别 之后的话呢 还要教给你们如何去使用染眉膏 所有眉毛区别好大 是呀 这就是化妆的奥秘 看这边的话就是杂乱无章的 是不是 这边的话呢 就是很精致 其实同学们如果不喜欢 画特别浓妆的话呢 你们平常呀打一个底 画个眉毛 涂过口红 出门就OK了 尤其这个眉毛画好了 就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精致 之后啊 给同学们试验一下 我们的就是染眉膏 是怎么样去操作的 虽然我这个黑色头发 我不用去用染眉膏 头可断 血可流 眉毛不能少 对呀 你想 就是我们这个 头发是吧 如果要是说 还可以接一个头发之类 但是你眉毛没有的话 那你可不用接 只能靠我们画呀 拿到这个染眉膏呢 我们把它打开 就会发现 这个染眉膏 它里面是这种小刷子啊 那它的一个形状呢 是这种螺旋形状 其实跟我们的睫毛膏啊 它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我刚才也说过啦 我这个颜色应该是一个 浅咖啡色 其实像我这种发色的话呢 我是需要去用一个深咖啡色的 只有眉笔咋花呀 只有眉笔的话呢 其实跟我刚才说过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 直接就是在用眉粉的时候 直接去用我们这个眉笔去进行刻画就行了 但是大家一下手一定要听啊 我不知道你们手边的眉笔 是我这种有点高体的 上色比较重的 还是直寸袖那种铅笔状的 上色比较浅的 如果是这种软体比较 就是高体比较软的话呢 上色比较重 大家就是轻一点去画就OK啦 画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刚才是用这种 眉粉去画的啊 眉粉去画的 但是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代替眉笔 可以防脱色吗 这个染眉膏是 应该是不可以防脱色的吧 有那种专门的眉毛雨衣 大家可以去在上面再覆盖一层 其实像我的话 我一般夏天啊 就算出汗的时候掉 就是出汗的时候 我也不会花这个眉毛雨 大家只要不用手去抹它 去碰它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先首先啊 先从后向前 这样啊 我们整体的从后向前 给它刷一层 再然后我们从前向后去刷一层 为啥要然后就是反面 正面和煎煎饼似的 都要去刷一层啊 这样我们这个眉毛360度的 它都能沾上这个颜色呀 对不对 那像大家去煎鸡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双面都要煎一下呀 但我们化妆的时候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眉头的地方呢 我们是要往上面去画的啊 往上去梳一下它 好 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整体的一个眉毛颜色 染淡了 不要觉得是地震啊 因为我们这个桌子不稳 所以我一动它就晃 就显得好像我这边地震了一样 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化过眉毛 染过眉毛 这边的话呢 是没有化过 没有修过 也没有染过的一个眉毛 其实颜色上面 还是比较能够区分的出来的 对不对啊 这边是有一点点棕色的效果 另外一边呢 就是纯黑色的野生眉毛 不化眉毛和眼窗的原因 就是你老挠 用手揉 是不是啊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你时常 就是你不怎么化妆 其实你越不化妆 你就老是下意识的去碰自己的脸 像我的话 我现在就不会碰自己的脸 虽然我平常上班的时候 也不怎么化妆 但是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 小白手同学说 修不好眉形啊 像这个修不好眉形的同学 说怎么化也不会的同学 都给我拍个照啊 把你们眉毛的样子拍下来 拍下来给我发到M站上面去 上面背注好你们的问题 因为你们现在光在这书 我也不知道大家的眉毛条件是怎样的 是不是啊 我也不能跟你说 上面修多少 下面修多少 或是往左画一画 往右画一画的 那我们就只能交作业啦 以图片的形式上传到M站上面去 背上你们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老师去到那里看到照片啊 我就知道了 这个同学应该怎么改 应该怎么改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小白手和钟云帆同学 不要就是觉得 哎呀好烦恼啊 我不会 那没有关系啊 老师帮你来解决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同学们 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发在弹幕里啊 看下左右两边的一个对比 嗯 妆容易花对吧 尤其是像夏天的时候 说实话 我是最讨厌过夏天的了 尤其是我最害怕夏天的时候 出去约会就很烦恼 因为就是真的很很爱出汗呀 出了汗之后 整个人都感觉很蔫的样子 很不开心 黄晒霜 我倒不是怕怕晒 我是怕出汗化妆 哎呀好难了 难怪女孩子夏天都不出门 哎呀你是不是有经验 发现夏天约女生 人家都不爱出去 秋冬的时候 人家就愿意跟你出去了 不喜欢冬天太冷了 其实春秋天也不错呀 是不是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有的话呢 可以发在我们的 应该是这边 发在我们的弹幕上 发到我们的弹幕上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先回到 这个作业区PPT 去看一下作业哦 哎 又回来了 防脱妆的化妆品有用吗 说实话 它就算防脱妆 它也是防那几个小时 也不会说是 你抹上我完全的不脱妆 或者是不出汗 不出油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是要 哎呀 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吧 容易出油 容易出汗的同学 平常没事多补补水 是吧 把自己的皮肤 约的 就是养的好一点 约了180次 还你晚上才答应 和你散散步 你太难了 就不会话 就闻了个美 结果还搞了个不一样的 是说左右两面不一样吗 如果是左右两面不一样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说人 这两个眉毛不一样 就是不好 因为我们左右两边的一个表情肌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眉骨 它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大家只要是化眉毛的时候 维持在90%以上的对称就OK了 别一个高 一个太高 一个太低 一个太长 一个太细 老师我打粉底皮肤太干了 像紫棋同学这样子的话呢 你一定是要提前做好补水的面膜 然后我们的妆前乳啊 要选择保湿性的妆前乳 三三同学 竟在这里说些大实话 我把老师的眼睛截图发给同学 他们都夸好看 眼睛截图 什么眼睛截图啊 估计自己是个外游内干呢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都是外游内干的 只要我们做好了 大家不要说是觉得自己皮肤不好 就会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由 缺水太干引起来的 你们知道吗 只要我们把这个水给补好了 就会解决掉50%的问题吧 50%的皮肤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啊 就是普通相机拍摄画眉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眉形 你就可以画一个标准眉形啊 的对比照片上传到M站上面去 知道吗 你们就可以像我一样 可以像我一样 一边画一边眉画 这个是第一种方案 另一个方案就是拍一张 整个都眉画的 再拍一张两个都画了的 知道吗 买啥颜色的眉粉啊 如果说你是黑色头发的话呢 你就买颜色稍微重一点的 深棕色的眉粉 如果说你是浅色的头发 就买稍微浅一点的 这种浅棕色的眉粉就可以啊 上传到M站的照片 老师多久会回复啊 老师一会就会去回复的 卡粉不想画了 不要这个样子啊 不要放弃好吗 起码我们养皮肤要养一个周 再就是看结果嘛 是不是 对对对 老师看到就会回复的 因为老师最近 啊 事情实在太多了 今天又给大家拍两个视频 气垫和粉底液有什么区别吗 像气垫的话呢 它是比较方便 也比较携带一点 但是的话呢 它跟粉底液相比 不如粉底液持妆 不如粉底液的持妆效果好 再一个 我其实 之前买过两次气垫 我就放弃气垫了 因为什么呢 气垫它其实的 它其实它新鲜度不是特别好 我们每天都要把那个粉扑 从脸上按压了之后 又按压到气垫的海绵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脸上每天有多少代谢的油脂 有那些满虫 从脸上又按压到那个海绵上 那它是不是你的那个气垫 它就会变成一个细菌培养米啊 时间长了之后 而且它就是经常跟空气接触的话 也会呈现一个氧化的效果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尽量尽量是选择粉底液吧 起码粉底液我们都是按压去用的 它不会说是污染里面的粉底 我感觉是比气垫要新鲜更好一些 怎么样补水要选择什么样的护肤品 你可以选择一些补水的面膜 每天睡觉之前 或者是每天上妆之前去敷一下 之后的话再去进行水乳霜 这样子的一个护肤过程就可以了 一边化水粉一边听课明天化美 我们的莲子欣同学真是不错呀 只用比喻说感觉粉底好麻烦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要把它给推开 有推荐的粉底液吗 老师干皮 如果说不差钱的话呢 你可以买那个亚时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 干皮亲妈油皮亲妈的话 大家可以买亚时兰黛的DW粉底液 如果说大家觉得 那个花三四百块钱买一瓶粉底液太贵了 那我们也可以买美宝莲的 美宝莲的粉底液大概一百多块钱一瓶吧 粉底液和CC双选哪种好些啊 总觉得粉底液不够自然 肯定还是粉底液好一些呢 粉底液好一些的 粉底液不够自然可能是你选择的那个粉底液色号不对 再一个就是质体有点厚重 可以选择稍微水润轻薄一点呢 四号选的对了 就没有什么问题 补水面膜老师有推荐的吗 补水面膜啊 我双十一的时候入手了那个欧莱雅的安平面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有没有就是了解过 我也是看人家推荐我才买的 我看李佳琪好像也播那个面膜了 然后全网的网红都在推荐 其实一般来说 这种所有网红推荐的东西我都是不买的 但是的话呢 它是欧莱雅的 我觉得这个牌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就买了试了试了 就是确实还挺好用的 男孩子该怎么选补水的 男孩子其实跟女孩子一样呀 对不对呀 都是一样的 化妆品都是可以通用的 并不会是说我们的这个化妆品 哈欧粉男生用的女生用的 你有用过是吧 其实我去年十月一出去玩 囤了一些面膜 我到今年 现在都十二月了 我都还没有用完呢 还有好几十片呢 结果我双十一又买了这么多面膜 我也不知道我买这么多面膜干啥 看来我一把女生化妆品备一套 备一套干什么 你用 你用也可以 以后你交女朋友用也可以 等下课了看 去淘宝上看看 好的 大家不要忘了啊 准备下节课所需要的眼妆工具啊 光跟你们在这里答疑解惑了 我们这个眼妆呢 是需要用到耍子 眼影 眼线笔 还有我们的睫毛夹 以及睫毛膏啊 大家要准备上 你有好多面膜放了一年多了 我的天哪 我都是太懒了 我就是不想敷 每天都想明天再敷吧 然后到了明天想 哎 后天再敷吧 然后就一 就一天一天这样过去 那些面膜就攒了一年了 也没有动它 接下来呢 来到我们课程的答疑时间啊 虽然已经给大家答了一段时间的疑了 有同学的话 有那个什么时间 不是有时间的 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在我们的弹务区里面发言啊 再来扛一下这里啊 这里我再来刷一波 没有关注我们美妆课 抖音号的同学 抓紧时间拿 拿出来你们的手机 扫一扫码 关注上 昨天给大家发了一个 怎么洗美妆蛋 以及粉扑的小视频 你们get到了吗 今天的话呢 我们又要发一些 关于美妆的小视频了 嗯 什么不感知 不感知是自己的素颜呀 谁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就算现在我不化妆出门 我都要涂上隔离 或者是妆前乳 画一个那个口红 要不然我自己的那个素颜 又黄又黑 还有痘印 不敢出门 老师化好妆了 不小心又手在脸上擦了一下 怎么办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比较严重的话 你可以再稍微挤一点点粉底液啊 覆盖在那个表面的位置 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室外 手边这种粉柄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粉柄多站几下 只按压在被你揉掉的地方 睫毛膏求推荐 这个睫毛膏 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想买那种不脱妆的 就买KissMe的 绝对没错 因为我这个睫毛膏 我就是用了KissMe的 卸妆的时候 不用眼唇卸妆液 敷个半分钟 它都卸不下来 别说平常时候化妆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T恤爱出油 是火油皮麻式的 一美面膜好用吗 一美面膜我没有用过 我没有用过的东西 我不敢给大家乱说 但是我感觉 其实这些面膜 这些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不要看它说什么又美白 又什么抗衰老 你想你这个东西 你就在脸上敷个十来分钟 它能有多大的效果呀 对不对 我们就是买那些基础的 补水的那些面膜 又实惠又好用 当然不差乔儿同学的话呢 可以买一些 那种贵一点的功能型的面膜 每天用的话呢 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买了一些贵的面膜 你就是偶尔蹦来着用了 一个月用片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你还不如把这个钱 多买两片普通的面膜 天天敷呢 说到这个天天敷面膜 这个事情啊 只有我们那个保湿型的 补水型的面膜 才可以每天敷 像美白的 什么去痘的 这一些等等的啊 都不可以每天敷的 因为会对皮肤造成一些负担 地家庭药丸挺好的呀 好像挺多人都说这个挺好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入手 因为我家里存货还是太多了 我准备先用一用 再尝试新的 同学们没有关注的 赶紧去关注我们的抖音 一会儿我就可以 可是就要发教程了啊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有的话呢 就发到弹幕里 如果说课下的时候 你又有问题了 就直接去抖音里面 私信我就OK了 一般的话 晚上我是在下了班之后 我会去不定时的 去刷一下抖音的 我看到同学们的私信 我都会去给你们解答的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 在M站里面去放一下 但是M站我可能看的 不如抖音那么的及时哦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上到这里啦 就上到这里啦 抖音里上传不了照片 没有关系啊 上传不了照片的话呢 我们就上传到M站 青年同学说 老师这个画没方法太好用了 之前我都不会画 今天轻松搞定 谢谢 不客气哦 像我们明天的一些 眼妆的小方法 也是让教给大家 非常的简单 看到同学们能轻松学会 我也是很开心 嘿嘿 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啊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啦 明天同一时间4点20分准时在直播间相见哦 明天再来不会画眼影 好的 欢迎欢迎 那我们就放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课程吧 拜拜 课代表 好的 好的 给你们挑一首歌啊 但是这个歌曲的话呢 我是在这里听不见的 好的 同学们 拜拜 所以我就 盲选吧 给你们盲选一个歌吧 拜拜 同学们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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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